哈喽我们有节目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频道 今天主要来跟小伙伴分享一下如何快速注册一个免费而且稳定的这个美区ID账号 注册自动美区ID账号呢就可以在这个美区苹果应用商店下载到其他国家 苹果应用商店下载不到的这个手机软件了 比如说像这个iOS方向软件小火箭 这瓶小伙伴呢也有获取这个小伙伴的连接有需要的小伙伴呢可以看一下 下面呢我们来演示一下这个详细注册过程吧 首先第一步呢我们要打开这个美区ID的注册页面 地址呢我们会放在视频下方的这个剪接区 然后呢直接点击右上方创建我们的 然后呢进入之后需要输入我们的名字 国家或者地区这里选择美国 输入这个出生年月日呢这个时间要大于18周岁 如果不是大于18周岁呢那就填一个大于18周岁 因为呢它不需要实名字的 接着呢就输入我们的邮箱账号 需要重点说明一下这个邮箱账号呢必须是之前没有注册过任何的这个 这个IQ账号的 如果你不确定的话呢那么建议我们直接用一个新的邮箱账号来注册就可以了 输入这个邮箱账号之后呢我们要设置一个密码这个密码呢我们必须要记得 电话号码这里呢可以使用我们的真实手机号码 如果我们是中国大陆的话呢那也就可以直接使用这个中国号码啊这个号码呢哪怕是之前有注册过的都是可以使用 同样啊你在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呢都是可以的 然后呢我们就通过这个验证下面呢有三个选项可选可不选输入这个验证码然后呢点击继续它就会发一封链子邮件到我们的邮箱然后呢我们把这个验证码复制出来 然后粘贴到这里点击继续这个时候呢我们手机就会再收到一个验证码同样呢把这个验证码也填进来输入以后呢点击继续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登录进来 现在呢我们就只需要简单往上一下我们的账号信息了点击左侧付款方式直接点击右侧添加付款方式啊进入以后呢这个国家或者地区呢一定要选择美国的这个付贿方式啊在这里呢也可以选择屋下面呢我下面呢它需要 我们填写一个美国地区的这个地址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生成美国地址的这个网站来生成 同样啊这个地址呢我也会放到视频下方啊打开呢它是默认英文的我们也可以给它试证翻译一下其他的选项呢不用管啊在这个状态下最好就是选择这个阿拉斯加 因为呢它是这个美国的免税区很容易就注册成功啊选择以后呢一定要点击右侧的这个 现在呢我们就拥有一个美国地区的这个地址一会呢我们要用到它下面的这个地址还有这个邮政号码和这个电话号码 现在呢我们重新回到这个美区ID的信息填写页面我们把这个地址给它复制粘贴进来还有下面的手机号和单元号随便填写一个数字 然后输入这个区号接着呢就有这个程式把它粘贴进来这个省或是啊就选我们刚刚的这个阿拉斯加还有这个邮编啊 然后呢同样有这个手机号码也可以要粘贴进来下面呢还有这个配送地址啊我们直接复制刚刚的地址就可以了 然后呢我们就点击更新这个按钮到这一步呢整个作战过程就完成了现在这个美区ID呢我们就可以在这个美区的应用商店里面进行这个使用啊 没有任何的手机应用限制了啊比如说你想要下载什么软件啊现在不用担心这个地区限制没办法下载到我们想要的这个手机软件 最后呢我们要重点说明一下最好呢不要在四字中心去登陆这个美区ID账号以免呢造成不必要的这个麻烦 需要下载这个美区应用的话呢我们直接在这个app store里面去登陆这个美区ID账号就OK了下载完之后呢再换为我们的主帐号通过这种方式呢可以突破我们这个地域限制 从而获得全面的这个体验不管我们是在中国大陆或者还是美国以外的任何地方呢都是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实现的 好了关注我获取更多的信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强